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租房合同有约定 欠费收房遇难题 8月19号就应该就下半年前了 微信也发了 也不回信 应该到9月19号他就应该搬走了 他也不搬 今天银行很多人都看到了 屋外下起了大雾 就像我们身后大屏幕上一样 看起来恍若先进 当然了 这个景色仅限于在家里欣赏 咱要是一出门 一出行 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嗯 因为雾大呢 能见度低 影响出现安全 估计很多驾驶员今天在开车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那如果你说哎呦 我真没啥感觉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看一看这个航拍拍摄的画面 一块来找找感觉 9月22日晚 气象部门发布大雾黄色运行 到尽早最低能见度已经不足200米 那目前所在位置 长春市的西民大街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 那目前随着天气的好转 大雾已经油浓转弹 早上6点 跟随航拍镜头 可以看到在西民大街上即将迎来通行的早高峰 但受大雾影响 车辆纷纷降低了车速 随着无人机的不断升高 雾气也越来越浓 大雾笼罩着整个长春市城区 与之前没有雾气的时候相对比 高层楼宇在大雾中若隐若现 好似人间仙境 吉林省气象台在今早4点44分 也将大雾预警级别由蓝色升为黄色 因下午 吉林省高速公路部分入口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截至今早9点35分 入口关闭的高速公路有 G25长生高速长春西至双山站 G45大广高速长岭至兴隆站 G4512双嫩高速大兴至茂林站 入口现行路段 G1金哈高速德会站 G12红屋高速长春北至王府站 G1015铁科高速三井子至瑜伽镇站 G4512双嫩高速宝石图至玻璃山站 限制7座及7座以上客车 大建车 危险品车辆通行 另外 今早记者查询长春市AQI空气质量发现 本次大雾并不是霾 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未造成污染 首网都是军阳鹏飞报道 可能从秋冬季节开始 我们也会经常的要提醒大家得注意出行安全了 因为这是天气的特点吧 当然了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咱得先守法呀 这段时间长春交警一直在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查处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归笼啊 违法行为已经大幅减少 但是减少不代表消失 还是有些个人抱着侥幸心理 而且总结来看呢 有些抱着侥幸心理的违法驾驶员 你会发现它不仅仅存在一项违法行为 而且或者说它不是第一次违法 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你乍一看它是没带安全带 你再凑近一看 这酒味呢就扑面而来了 2020年9月13号 九十二十七分许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区大队民警 在南湖广场执行时 发现一辆白色小型轿车的驾驶员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执行民警对其进行拦截 您好 驾证就收拾一下 你这些安全带不计 副驾驶安全带也不计 出现事故了 后悔都来不及了 是不是 在现场执行民警通过呼吸室酒精测试集 对驾驶人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驾驶员高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 每百毫升56毫克 六七点钟开始 一直喝到早上的凌晨的两点钟多 之后接到母亲电话 然后母亲上医院就医 我不动多也不来跑 来 你上车 你不动 消购我也不会太惹 就是我妈上医院突然 我没事 你们昨晚为啥喝那么晚 喝两点 或者得怎么处理 转扣驾驶6月 发过2100 基本上是2分 没事 这个你接受是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高某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处罚 高某也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老都市家路 宇峰报道 咱们自己首先是不能违法 另外还得防着一些个打算违法的人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出门 基本不带现金 因为支付方式越来越方便了 咱们生活习惯在改变的 有些个不法分子也开始转换思路 琢磨着怎么利用网络来骗钱 这骗子都会转换思路了 你说咱们公安机关 能不加大打击力度吗 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的公安部门 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对十名在逃的重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提团的头目发布了A级通缉令 咱们也来认识一下 公安集团敦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逃犯 不要心存侥幸 尽快团案自首 争取从宽处理 同时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有关线索 以下是这十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的相关信息 一 黄东海 南 1987年出生 户籍地广东省信仪市 二 秦俊元 南 1986年出生 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三 陈敏杰 南 1986年出生 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 四 杨孟辰 南 1977年出生 户籍地河北省邯郸市 五 刘海生 南 1988年出生 户籍地浙江省天台县 六 欧新峰 南 1984年出生 户籍地黑龙江省加姆斯市 七 罗宇廷 女 1994年出生 户籍地浮北省襄阳市 八 王新义 南 1999年出生 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 九 罗子航 南 1994年出生 户籍地广东省新宁市 十 李伟吉 南 1988年出生 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 如果各位市民群众发现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 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 以及检举揭发有工人员 公安机关将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奖励 舍王都市 编辑报道 也希望这些在互联网上 做监犯科的人 能够及早地落入罚网 接着往下说 现在很多老年人 这年纪大了 为了方便照顾子女 都会给他接到外地去居住 方便照顾 但是有时候 却会产生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就比如说医保卡在外地 就没办法直接使用 你想在咱们省内一些 其他地区用医保卡 有时候你还得去申请审批 一系列的手续下来 是搭时间费精力 但这个治病就医 真的不能耽误时间 所以现在各地都在想法子 给这个异地就医提供方便 咱们省社保局就挺给力的 怎么给力呢 给大家叨咕叨咕 这个省内有很多的药店 都是可以不用刷医保卡 这么说吧 可以说直接刷医保卡 你别的都不用干 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那有多少呢 白手折算一算 还真算不过来 有6000多家 现在已经实现了 城区全覆盖了 9月23号 我们在吉林省社会医疗 保险管理局处了解到 目前我省已经介入 异地定点药店 6917家 其中省值在原有8家 异地定点药店基础上 增加到了671家 实现了全城区覆盖 参谋人员呢 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即可一年到定点药店 进行划好购药 退休人员 异地工作人员 符合 异地救折管理 规定的 那就可以办理 针对政策影响群体 根据介绍 我们简单举例来说 就是已经办理了 长期异地备案的 省内异地参谋人员 如果来到长春市 或者其他省内城市 看病 就医 就可以在当地定点药店 按照参谋地待遇 享受药店 购药待遇 另外 全省异地定点要定名单 市民可通过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查询 吉林医保公共服务 微信公众号下 全省异地功能进行查询 首要都市 程翰广为报道 也希望这种便利措施 能够越来越多 让大家在生活上的 舒适感 幸福感指数更高 当然了 涉及到医药方面的事 除了方便 又得说回到安全保障上了 受到安全保障 最近咱们长治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就在忙活这事 每天在这个辖区内的 各家药店 以及医院进行检查 进行整改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同时为了保障 咱们消费者的权益 他们还给出了一些 温馨的提示来听听 那为了保障市民 在中秋十一 这假期期间的 用药安全 长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道分局的 执法人员来到 辖区内的各个药店 以及医院 进行了集中专项的检查 执法人员介绍 在双截来临之际 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按照相关监管工作 加强重点环节 重点品种等监管检查力度 现在我们跟随着执法人员 来到了极大医院二部 在这里呢 记者了解到 那执法人员呢 将会针对第二类精神药品 以及麻醉药品 进行重点检查 这个你先把这裤给我打开 我看一眼 咱们现在是 这是怎么保管 上院上厨 就比如咱们那个做手术 要进到那个手术室里 之前打的麻药 这个呢都属于就是说 严格管控的药品 然后它使用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个 就是说出库单 就是没使用抑制 或者就是抑合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严格的记录 执法人员也提醒大家 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平常购买药品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呢 要到合法正规的药店 一般呢 都悬挂着精英执照 以及药品精英续可证 第二呢 处方药 要按照医生的处方 来进行购买 是在购买过程当中 要看那个生产日期和保纸期 再一个就是最后 在购买以后 要那个索要票据 这是将来维权呢 包括消费纠纷以后 保证自身权益的一个重要保障 守望都市战斌性能报道 除了药品安全 出行安全 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之一了 尤其是还有一周 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 那很多的人就要出门 咱们的很多公共交通场所 能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 大家的安全呢 为了能更好地应对突发状况 今天上午 长春龙家机场也进行了一场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今天说到这个综合演练 它真的非常的全 不仅涉及的餐饮人数 是最多的一次 而且呢项目也最为广 还值得一提的是 它不仅包括了疫情防控 而且还模拟演练了 在空中被劫持的画面 我们来看看 上午9点30分 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正式开始 据了解 本次演练以新冠疫情防控为背景 共设置了传染病旅客处置 航空器冲尖出跑道 应急救援处置 反截机处置 航战楼爆炸物威胁 残损航空器搬移 跑道道炼破损抢修共 六本便利科目 只在考验极端复杂情况下 长春机场的应急救援实力 进一步完善 长春机场疫情处置工作流程 有效提高长春机场 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此时演练比较成功 信息通报准确流畅 各单位衔接紧凑 为以后的应急救援 突发事件 处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演练历史约45分钟 创新采用多线程推进模式开展 应用多媒体展示 5G视频转播等高新技术手段 参演单位30余家 参演人数260余人 出动类应急救援及保障车辆54台 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通航以来规模最大 歌目最全 参演人数最多的一次 综合性应急演练 首望都是张言 张言报道 邦心眼宣机演 机演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正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本田新CR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华正冷纤红鲜肉 一贯好品质 华正食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10到22摄氏度 白成晴 10到22摄氏度 松原晴 10到22摄氏度 四平多云8-23摄氏度 遥远多云9-22摄氏度 吉林勤转多云10-22摄氏度 童话多云11-21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勤8-22摄氏度 元气多云11-20摄氏度 长门山多云5-19摄氏度 长春多云10-22摄氏度 金龙鱼农香奔榨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伴同成长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市产2021款轩逸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房拖管预骗局 房东租户业务员奇受骗 你被骗了 你的中介公司跑路了 对业务员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公司跑路了 第二天过来就是人都没有了 一夜之间搬走了 高收低租中介跑路 数百客户称被坑惨 7888家成家公司转租出去了 租客现在就是觉得他应该住这个房子 我是房东 我有权收回我的房子 租房合同该咋算 房东租户又起争取 我这有正规合同 我肯定不能搬走 电动就全是一样的 你的一年前没有交给我 跑路的房屋中介 收报都市即日日关注 租房合同就决定 欠费收房予难题 8月19号就应该就下半年前了 微信也发了 也不回信 应该到9月19号 他就应该搬走了 他也不搬 我现在就靠那个店 那个台链做了好 你总的他给我总下电话呀 本来我们由长春恒大国际新都特意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爽都市 以梦为马 不负上华 今天的圆梦大学要带您走进 就读于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 林叶兴 林叶兴的老家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小山村 在他爸妈那个年代 孩子多就意味着劳动力就多 因此即便生活贫困 在林叶兴的上头还有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可林叶兴始终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林叶兴说只有积累的知识足够多 才能获得竞争的权利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 林叶兴按下决心 通过不懈的努力 他成功了 不仅考入了理想中的大学 还在大四的这一年 获得了保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的机会 我叫林立兴 今年22岁 来自河南洛阳 我家是宜川县 白源镇白源村 然后我是2017年考入了长城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然后也通过了我们学院的国际化经营班的 这个入学考试 从小学我就有一种观念 就是我是努力型的 就是但是身边肯定有那种看似天才性的选手 就是人家就是可能稍微一学就考得挺好的 但是呢就是通过后面的了解 但实际上人家也是很努力 就这样 这位努力型选手凭借着不懈努力 在高考中以560分考入了长春理工大学 也终于第一次走出了家乡 大学嘛 在我给我们的 给我的一种概念是 是没法去想象的一个概念 因为从小 连试都没出过那种 但是吧 我通过高中老师对我们那些讲解 他们说的是 并没有跟我们说 你考上大学就是 就结束了 我们到大学之后呢 还是有 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需要独立去生活呀 我需要 我需要独立去学习 我需要和人沟通 各方面的都需要 全面发展这样 说起他现在所读的专业 李立新立马来了精神 他的学名叫分光合色棱镜 可以通过这方面看到 他这里边有个交叉型的结构 这个零件就是用在咱们的投影仪力里边 在大二的时候呢 我主要做的是这个 光学箱子培训会 这个就是我 我在和大家培训 就是我们内部人员来培训 这一次是我大二的时候 到长城邦记所 参加的一个学生交流会议 在实验室的照片墙上 李立新开始讲起了 自己大学四年中的点点滴滴 在他的讲述中 记者也得知 他有五个姐姐 两个哥哥 最大的姐姐三十几岁 所以他的父母年龄也偏大 我的家庭吧 其实因为我父母年纪挺大的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那是你父母还是爷爷之类的 我觉得我需要勇于承认 我父母年龄就大 然后我就是我 从那个时候我告诉自己 这个没什么 就是人都会到 人都会变了 他们在打工这方面 就干点灵活啊这种 就看在眼里嘛 就是自己也觉得 挺辛苦的 平时我们那时候 能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校园里 有什么饮料瓶啊什么的 可以顺手捡一下 然后自己回家的时候 顺便便卖掉这种 采访中 李立新说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有福的人 虽然高上大学的时候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 但收到贫困生政策补贴和助学金 已经可以满足他学习生活中 大部分的需要 在咱们学校 咱们学校是说实话 住了民的饭钱非常便宜这种 一个月就是四百到五百就够了 一来我就收到了这个国家助学金 然后咱们学校还有各种的 资助管理中心的一些政策 通过这些资助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我只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行 李立新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优秀学子 她还是一个懂生活 懂感恩的优秀青年 对于未来的学习生活 李立新说 还是会继续努力 因为努力是不会背叛任何一个人的 你被骗了 你的中介公司跑路了 这个业务员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公司跑路了 第二天过来就是人都没有了 你也只见搬走了 高收低租 中介跑路 数百客户车被坑惨 788家成家公司转租出去了 租客现在就是觉得他应该住这个房子 我是房东 我有权收回我的房子 租房合同该咋算 房东 租户 用起争执 我这有正规合同 我肯定不能搬走 那东西全是你啊 对啊 你的一年前没有交给我 跑路的房屋中介 首帮都市 今日关注 接下来时间呢 咱们一块去找王大娘 怎么回事呢 在20号下午 天桥岭森林官局轻松派出所呢 来了一名求助的女子 她非常的着急 她说自己81岁的邻居王大娘走丢了 民警接警之后呢 展开了权力的搜寻 最终在山林当中找到了走丢的王大娘 三楼那老太太跑山上去回不来了 跑哪个山上 那我也不知道啊 在哪个山 她管说在山上 那你怎么知道她在山上呢 她跟我来点范儿了 据邻居讲 王大娘患有小脑萎缩症 记忆力严重衰退 早上出门的时候声称要去自家菜园看看 并且告诉邻居 如果下午还没有回来 就证明自己走丢了 视听了解清楚后 民警调取王大娘早上出门时的监控视频 确定王大娘走失的方向 天桥岭森林公安局党委迅速召集 全局各部门民警入山寻找 民警接到王大娘的电话 得知其三边有一座红色屋顶的房子 具体位置不强 民警通过电话 告诉老人不要恐慌 要老人原地待命等待救援 判断出王大娘所在的位置后 父亲寻找的民警 立即赶到 此时81岁的王大娘身体极度虚弱 腿部还有轻微擦伤 于是民警二话不说 立即将他送到天桥岭林业局 职工医院进行检查 在确认其身体无碍后 民警驱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视网都市党员通讯员 严长财报道 要谢民警 同时也要感谢邻居 把大娘说的话都放在了心上 随远亲不如近邻 有这样的好邻居 让他感到非常的暖心 而接下来要说这事呢 也会让你感到心疼意暖 你看以前咱们在政府大厅办事的时候 工作人员和咱们都是隔着一层 透明的小窗口 你交材料 他办业务 即便是面对面 但有的时候也会感觉有距离 效率低 但几乎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这面对面变成肩并肩了 而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 会让咱们在办事的时候 感到更加省时省力 人和人的心也贴得更近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中心 与以往不同的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办事服务区的入口呢 是全部敞开 那在每一台办公电脑的前面呢 并排摆放着两张椅子 这样的摆放方式也意味着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的办事方式呢 将由面对面改为肩并肩 随后办事群众在电脑上登陆 长春市网上办事大厅 点击申报食品许可证 并按提示将材料进行拍照上传 就十多分钟的时候 就全都办完了 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邮寄的服务 我不用再跑了 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通过这个互联网 加政务服务这种形式 更多的群众 他会更多的认知 和更多的体验到他的好处 未来以后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场所 他都可以来办事 有些老年人 或是不擅长于在网上办事的人 线下还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守王都市新京富强报道 接下来要说的也是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 我想也是一个好的改变 它会让电动自行车主 有更多的安全感 目前呢 吉利省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 已经正式启动了 而辽园市作为试点城市 将在省内率先开展 电动自行车的登记工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吉利省辽园市 吉利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将于明年正式出台 那为了做好此前的铺垫工作呢 辽园市作为新规的试点城市 率先开展了代牌销售 以及登记工作 必须是符合国家 三系认证的合格产品 必须是齐形功能的 要求是时数25 重量是55公斤 48瓦的这个功率 就是这种情况下 这是现在的新电动自行车的 国标标准 就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都属于超标电动自行车 据悉根据吉利省电动自行车管理理定办法 达到国家标准的新车必须代牌销售 试预行稳定后 预计在年底前在全省推广 等到明年吉利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出台后 将根据相关规定 对再行的达标电动自行车进行登记 再途行驶未达标的电动自行车 将在过渡期内发放临时号牌 据悉在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全面推广后 全省各市州在路行驶的达到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可免费到当地车辆管理部门或代本点进行上海登记 吉利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后 被达到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将不允许在路面行驶 首门都市 王磊 海军报道 出行有门槛 而招聘也有门槛 我们看到最近吉利省省职事业单位 就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级人才18名 这门槛有多高呢 来看一看今天的变明发布台 吉利省省职事业单位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级人才18名 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 报名由招聘单位受理 采取传真或电子邮件报名等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10月12号上午9点至14号下午16点 从10月1号零时至8月24号 全国社会公路对7座以下载客车车辆免收通行费 吉利省交通部门就道路危险路段 及一发生交通拥堵区域发出预警 其中高速出行拥堵高峰 预计将出现在10月1号90至12时出城 以拥堵缓行的高速 主要是G45大广高速 G11特大高速 G11金发高速等高速的部分路段 近日长城市宽城区征收办 发布了关于基隆北街东地块 彭湖区改造项目 邀请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公告 基隆北街东地块将进行征收 征收范围东起青年路西至基隆街 南起青秋路北至丙三十一路 长城市南关区部分区计划停电 停电时间9月24号8点半至17点 受影响范围大马路以西至殖民大街 北至西湖马路南至三马路 永春路两侧 主要都市编辑报道 你被骗了 你的中介公司跑路了 这个业务员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公司跑路了 第二天过来就是人都没有了 一夜之间搬走了 高收低租中介跑路 数百客户车被坑惨 788家成家公司转租出去了 租客现在就是觉得 他应该住这个房子 我是房东 我有权收回我的房子 租房合同该咋算 房东租户有起争取 我这有正规合同 我肯定不能搬走 这都没有钱了给你啊 没有啊 你的一年前没有交给我 航路的房屋中介 手法都市即日日关注 租房合同有决定 欠费收房 予难题 8月10 19号就应该就下半年前了 微信也发了 也不回信 应该到9月19号 他就应该搬走了 他也不搬 我现在就靠那个店 那个台链子做了 你总的还给我总下电话呀 5G看移动 未来无限可能 本来没有长春 恒大国际新都特约播出 欢迎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最近有网友爆料 说合肥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设置在全国很多地区的分公司 都必电了 在那里出租和成租房子的人 也遭到了欺骗 房东租户 甚至公司的业务员 都成了受害者 很快这个消息 在咱们本地也得到了证实 我们栏目接到了长春消费者的反应 说长春的一家成家公司也关了 我是在一品红尘三期有一个房子 然后是在咸语上发布这个租房信息 9月初的时候就有一个合肥成家公司的业务员 他说他们是一家房屋托管中心 才决定跟他签订这个合同 张局说 在签完合同的第二天 他就收到了中介打来的第一个月房租 于是他就把钥匙交给了业务员 中间他也了解到 房屋在他与中介签完合同的几天后 就被租了出去 但没成想 就在前天他接到了租户的电话 他说他是租客 上来就说你被骗了 你的这个中介公司跑路了 我当时就特别惊讶 然后我就试着联系我的这个业务员 他说他已经跟这个中介公司 就是解除活动了 发现此事有问题后张女士马上报了警 发现还有很多人都和他有相同的遭遇 长春市民毛女士也是在今年8月份 与合肥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了房屋租赁服务合同 在几天前他才得知公司跑路的消息 这个业务员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公司跑路了 他们正常应该今天发工资 然后没发 说让我们联系一下租户 联系上我的租户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去了派出所 到派出所之后发现受害人很多 后来根据我们去查询 发现一共是788家房屋 被这个成家公司转租出去了 随后记者在网上查询到 曾有多家媒体报道过成家中介暴灵事件 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都表示 他们也在当地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该公司的办公地点 但此时公司大门已被紧紧锁住 透过玻璃门 记者看到了里面留有不少杂物 但已无人员办公 紧接着一位姓陈的先生来到了现场 表示他曾是该公司的业务员 前一天我们还正常上班 第二天过来就是人都没有了 大门就关上了 一夜之间搬走了 那据你所知 有多少个房东委托咱们公司 现在是几百套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来这做的业务不是很多 在现场大家都表示 此事已经报警 正在配合警方调查中 但由于托管中介公司跑路 给不少房东与租户 带来了很大矛盾 中介只是付了我一个月的房租 那第二个月 他在没有付我房租的情况下 我是有权解除合同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租客 跟这个中介也签订了合同 他们签订的是一年的房租 租客现在就是觉得 他应该住这个房子 我的情况是 我有我是房东 我有权收回我的房子 因为在租金没有给我的情况下 张女士表示 在他们签订的合同中 明确标注了 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不支付 或者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 达15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收回该房屋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租户又是怎么看的呢 随后张女士向记者提供了 他家租户的电话 我这边跟中介签了这一年的呀 你的一年前没有交给我 我只收到了中介公司的一个月的房租 我跟他之前没有协议 当然我跟中介有协议 我签的合同是履约期间 你们没履约的话 你去法院起诉这个中介 因为我属于履约状态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也是跟中介签订合同的呀 你跟他签你找中介就完事了 在现场另一位租户侯先生 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因为现在咱们主要不还是立案吗 这是起义 其二呢就是说 我这有正规合同 我肯定不能搬走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 尽量还是暂时欺赏 因为我也受到损失了 房主也受到损失了 那么面对租户与房东之间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本案中介公司显然是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虚构事实 与强租房签订租赁核同 那么这个情形已经涉及到诈骗罪 如果公安机关认定 中介公司是属于诈骗的行为 那么中介公司与强租人签订的 租赁核同应该是属于无效的 强租人应当将房屋扫党给房主 如果该案件 公安机关不认定为刑事案件的时候 中介公司作为房主的代理人 与强租人签订的合同 对房主是有约束力的 也就是说 强租人有权使用 提前定的租赁核同 期满之时 那么就本案客观情况而言 房主和强租人 其实实际上都是受害人 并且两房已经均向公安机关 进行了报案 那么针对现状 他双方最好本质解决问题的 这样原则出发 共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视网都市报道 下面说的还是跟租房有关 去年长城的王先生 把自己的门市房租了出去 根据约定 如果对方拖欠租金达到一个月 王先生就可以解除合同 收回房子 如今又到了交房费的时间 可对方就俩字不交 王先生准备收回自己的房子 对方还是俩字不还 家住长城市的王先生 有一个门市房 位于长城市路远区开运街 在去年他租给了一家 名叫百特汽车的租赁公司 我们这个房子吧 是2019年 3月是20号租给这家公司的 说好的是半年一交 应该8月19号 就应该交下半年前了 微信也发了 也不回信 应该到9月19号 他就应该搬走了 他也不搬 也一直到现在没信 王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双方当时所签的租房合同 2019年 对方从他手中 租下了这个门面 租期两年 一年的租金一共是 一万五千六百元 合同中约定 以方需提前一个月交租金 不得拖欠 可王先生说 现在下半年的房租迟迟未交 对方却将门锁上 拒绝搬离 我现在诉求 你要是租 你就赶紧给房钱吧 你要不租了 你就赶紧搬走 你说你别耽误我们 这房子是我妈的 因为老太太这么大岁 值得生活呢 我因为我妈没劳保 老太太看病使这个钱 玩来是生活使这个钱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电话 记者现场联系上了该租户 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原因 就是一直拖欠这个房费呢 没事他总断电呢 房东说是因为您欠电费 所以才停电的 跟那欠电费有关系吗 我少要欠电费了 你现在不也欠电费你吗 你一欠一二百的 多存价他不欠电费了吗 那王先生 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掐的电呢 是到您店铺掐的吗 对于该租户给出的答复 王先生则表示 断电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经常拖欠电费 并且王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他在租房期间 所有收到的用电欠费信息 欠电费吧也不是就是他就拖欠房费的理由 那多存点吧 你存一百二百你不欠了 这不就没事吧 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就我们也瞧不了 后面那个杂他都能推上 随后双方经过进一步协商 租户表示11之前会把租金交付给王先生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10月1号给您房租 这个说法您能接受吗 他10月1号之前给我能接受 那您这边尽快也把房费交上 然后关于电的这个事情 两方在协商好不好 最近临江市发生了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案 这嫌疑人是凌晨在街头频频下手 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查找到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成功将其抓获 在这个监控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每每到凌晨时分 总会有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 缓慢地行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大半夜这个人不睡觉 到底在找什么呢 与此同时 临江市公安局在四天内 也陆续接到多起电动车电瓶被盗的报警 共计丢失电瓶15块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 侦察民警了解到 案件发生多维夜间 且群众停放电瓶车的地点 多维隐蔽处 被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难度 民警对案发地附近的监控 进行取调后发现 在现场附近总是有一位 这样骑着摩托车的男子路过 这个人最后也总是到达一个固定的地点 似乎在搬运着什么 而这个人就是在开始我们提到的那名男子 民警初步判定该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且成功捕捉到嫌疑人的图像资料 随即侦察民警 立刻围绕其关系人 户籍地等方面开展工作 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临江市居民乔某 同时侦察民警顾及成功将其快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乔某对自己在临江市实施多起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偷来的电瓶车就藏在之前所说的固定地点 随后民警到达了该处 也发现了丢失的15块电瓶 目前犯罪嫌疑人乔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首要都市张萌海报报道 前段时间西安美术学院报案说校门前的一只青肠石骨被人给偷走了 这石骨是一对 所以警方判断这会人可能还会杀个回马枪 于是民警就决定守株带兔 守了一阵子之后兔子来了 西安警方调取监控录像发现 是三名男子推着板车 偷走了西安美术学院的一只石骨 而这个石骨原本是一对 属于清朝早中期的作品 一对的市场价格在4万元左右 石骨必须是一对出售 单个卖是卖不上价钱的 而这三个人只偷了一只石骨 警方判断这伙人还会再来 几天后 学校保安从监控中看到 两个人在捣鼓剩下的那只石骨 当他们赶到时 两人已逃离 一个月后 保卫处发现一处监控被遮挡 视频信号消失了 立即赶到现场抓获一名男子 不久 他的同伙高某等也被警方抓获 据刘某交代 他们第一次把一只石骨偷走后 准备返回现场去偷第二只 但板车被压坏了 所以才几次三番的 想要盗走另外一只石骨 不曾想被抓了现行 目前被盗的石骨已经追回 依旧摆放在原处 该案也在审查起诉阶段 最近福建泉州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排八层高的脚手架突然倒塌 一名工作人员是头部受伤 被紧急送医救治 一起来看一下事发时的监控画面 八层高的脚手架突然倒塌 砸到了一名工作人员的头 当地政府随后发布通报称 经初步分析造成倒塌的主要是工人 未按施工操作规程来进行拆卸 架上堆放的物品也较多 致使架体失稳 好在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呢 目前重在救治中 下面这事也挺惊险啊 一辆小车先是疯狂地憋车 随后竟然拿出饮料 泼在了人家的车玻璃上 真是有啥深仇大汉呢 这饮料一泼啥也看不见 多危险呢 俩车就是因为变更车道发生纠纷 事后扔饮料的司机也表示 是自己太冲动了 这事确实是我不断 要饮该的都注意我 然后我也会急急赔偿对方 后期我也会发一个道歉的事情 实际是我冲动的那种 冲动是魔鬼啊 最后双方谁也没得好啊 扔饮料的直接被刑拘了 而后车也因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 受到处罚 司机开车要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 来看这位司机粗心大意 下车竟然忘了拉手刹 光顾着低头看手机 完全没有察觉溜车了 等发现时为时已晚 司机被夹在了柱子和车中间 动弹不得 一群人立即赶来营救 司机被成功救出 随后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下面这位舅舅也是很粗心呢 把外甥女落在了收费站 却浑然不知 走了40分钟开出了80多公里 就没发现这里车上少个人吗 你那个外甥女还没有上车 你开车车走了 你肯定没看到 喂 这我都没上车 你不知道吗 民警随后开车送女子与舅舅会合 市区暗藏生产工厂 违法使用他人商标 取得了商标专利学人的鉴定之后 联合启动的 偷梁换柱 冒名顶替 大量假冒瓷砖胶被查扣 初步查明 涉嫌是新换 他人商标多元全体 尺砖胶实时扣押 突击检查销售商店 剩余库存 被一国端 他们放了推销啊 我不卖 给我换几代 简单换几代 瓷砖胶 离轨现行进 省望都市 今日关注 本来没有长车恒大 国际新都特业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昂都市 这一时段的热点案件 我们先从身边的商标权说起 说起商标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 都会优先挑选 自己喜欢的牌子 而对于很多人而言 这些印在商品上的牌子 就像这个商品的代名词一样 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这个标记 对于企业而言 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 同时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但最近在通话 却有人自作聪明 动起了歪脑筋 没法挪用了他人的商标 侵害了他人的权利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跟着执法人员 去这家生产磁砖胶的工厂 看一看 这是9月18号下午2点 执法人员来到了通话室一厂房中 根据执法人员介绍 在之前的检查中 他们发现了一可疑线索 在市场内出现了一款磁砖胶 其使用的商标 竟然与广州的一家 建材有限公司注册的商标 十分相似 然后呢 我们根据先期调查取证 得到的初步线索 然后与商标持有人取得联系 然后取得了商标专利权人的 鉴定之后联合启动的 根据该商标持有人提供的线索 执法人员查明 这家生产的磁砖胶 涉嫌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 根据大量的调查走访 执法人员锁定了通话室的一工厂 并于18号的下午进行了突击检查 这就是里面的空袋吧 对对对 这袋子在哪里 网啊 这个材料多少袋 你加工记录在哪 加工记录也没什么记录 你找一下 因为你这现场不可能没有记录 你这出入户 你找一下在哪 来到这个厂房之后呢 我们能看到 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两侧都摆放了这样的磁砖胶 而在这个磁砖胶上方我们能够看到 非常明显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识 我们能够发现非常的相似 在这个包装的后方我们能看到 这上方呢 有很多的这个信息 但是在这信息当中 记者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厂名 厂职 以及其他的生产信息 在现场 执法人员共计搜查出磁砖胶1394袋 包装袋95个 以及用于生产的设备车辆等 初步查明 涉嫌侵犯他人商标壮用权的磁砖胶 要对这个涉嫌 侵犯他人商标壮用权的商品呢 实时扣押 与此同时 执法人员同时出发 对市区内五个涉嫌销售 侵犯他人商标壮用权商品的商店 进行突击检查 在现场 执法人员也发现了 与生产车间一样包装的磁砖胶 这个呢 是说已经也注册的 主要呢 现在说这批产品 是属于侵犬的 磁砖胶 跟随着我们的执法人员呢 我们来到了一家建材经销处 来到这里执法人员 同样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一份区域当中呢 有很多这个磁砖胶 那根据执法人员 在现场的清点呢 发现有100多大这样的磁砖胶 您大概这个产品 现在卖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左右吧 他们上来推销啊 推销 然后我那个 我不卖 他那个 给我放几大 然后看看行不行 钱的话就卖 然后看了还行 上货的时候有相关票据吗 那个没有 现在都有微信 你上货多少钱一袋 您不清楚吗 时间长了 一大半了 一个月就寄不清 确实是你没寄起 你以后上货的时候 一定要提供相关 保存自己相关的资质 一些票据 根据以上现场检查的情况 当事人的行为 涉嫌违反商标法的相关规定 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违法行为 下一步 执法人员将会针对该案件 进行深入调查 依法处理 首昂都市 展斌 兴兴兰 通话室报道 这个案件给我们很多提示 比如在法治社会 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其实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意识 就像这个案子当中 商标的价值 它并不在于商标本身 而在于商标所传递的 它是品质 是信誉 它承载的是企业的努力和诚意 这些都是任何人都无法取缔和剥夺的 这个是劳动成果 说到劳动成果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 昨天不就是第三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吗 而就在昨天 我们看到第二届 黄金产地黑土活力玉米节 也是在公主领事盛大起目了 在这个起目的现场 有非常多的看点 比如说有五十的表演 还有各种用玉米做的美食 就连前国家女排队员 奥运冠军赵蕊蕊 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助力玉米节开幕 三 二 一 9月22号 中粮福利门第二届黄金产地 黑土活力玉米节 在吉林省公主领市盛大开幕 参加活动的当地居民 一边品尝着用玉米制作的各种美食 一边欣赏着武师表演 公主领地储黄金玉米袋 2011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授予中国玉米之乡的荣誉称号 在这片黑土地上滋养出来的玉米 颗粒饱满 油脂含量更高 中粮福利门玉米油产品的原料 就出自这里 同时中粮福利门是中国女排的 官方食用油 保证了运动员的饮食安全 与营养健康 前国家女排队员 奥运冠军赵蕊蕊 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助力玉米节开幕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个黄金产地黑土活力玉米节的 一个活动 来到了福利门的玉米产地 体验到了黑土资源的宝贵 看到了企业与政府紧密合作的一个成果 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是真的非常的震撼 守望都市白鸽 公雷 公主领事报道 接下来城市当中的热点新闻 咱们去江苏通州看一看 说最近在江苏通州 有人趁着夜黑风高 干嘛呢 偷葡萄 偷了多少呢 一下就偷了六七百串 被抓的时候 他还阵阵有词 说这可不怪他 要怪就怪葡萄 葡萄园的监控显示 事发当晚 不断有人捏手捏脚 进出葡萄园 那三个人偷了我 七行的葡萄 三个棚 七行 在七行里面捡的 把火串都给我捡完了 葡萄园主报警后 警方立即赶到现场勘察 葡萄园的铁丝碗被捡断了 里面 离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 经现场清点 被盗葡萄有六七百串 这让施主很失伤心 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 三个人是用盆和塑料袋 把葡萄偷出来的 通过视频追踪和大数据分析 警方锁定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份 并迅速将其抓获 三名嫌疑人对盗窃葡萄的事实 共认不讳 作案动机则是令人啼笑皆非 王某有一次送货路过二甲 买了这边的葡萄 感觉很好吃 后来他就提议到二甲来偷葡萄 经查 被盗葡萄案值一万多元 据嫌疑人交代 葡萄已经被全部吃光 目前三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同样不该动手的 还有下面这位武汉的教师 因为五岁的女童逗逗 在上课的时候不听话 于是这位老师抽出戒指 这种打了八分钟 通过调取学校的监控录像 发现从14号到16号 豆豆每天都会受到老师 不同程度的殴打 据了解 豆豆刚开始时 是被老师拉到讲台上 后来又拉到座位上 继续挨打 期间老师还不停地用手打孩子 最长的殴打时间 竟达到八分钟 一天的时间里 孩子被打了四到五次 对于豆豆被打的原因 该培训机构的老师表示 这是因为孩子比较淘气 喜欢在教室捣蛋 而且爱哭 不听老师的话 所以老师运用了过期的方式 目前该培训机构 已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警方已介入调查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 知识酸奶 长知识啦 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的自美 品质生活 好运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福克 生宝宝 做月子 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拖云 10到22摄氏度 白城晴 10到22摄氏度 松原晴 10到22摄氏度 四平多云 8到23摄氏度 辽元多云 9到22摄氏度 吉林晴爪多云 10到22摄氏度 童瓦多云 11到21摄氏度 白山多云转晴 8到22摄氏度 阳气多云 11到20摄氏度 长门山多云 5到19摄氏度 长春多云 10到22摄氏度 清淮佳月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建设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都市频道全新布局 首帮都市完整版 华力升级更前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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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生了爆炸 我现在的位置是长庄 总算后院 更提醒 车到时是哪个位置 收到了车 更吸引力 有没有所在卖家 我们的位置运力不足 显然不足于神度 都能得到一个 圆满的结果 每天75分钟 电视 网络红布 现场监睛调查 天天爆款 看点热点 焦点点点不烂 更有新媒体平台 24小时更新 关注本地名声 网络天下热点 首帽公事 属我好看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守望都市 节目的最后 咱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的微信平台 大家都在说防骗的事 有人指责说 这个想风设法 去骗人累不累 成天被通缉 这骗来的钱 好花是咋的 自由踏实 不比金钱重要吗 知道这个电信诈骗 韩小涵也有事要分享 他说他有个朋友 就被骗了十多万 说这个先是充几千块钱 就能给返信 结果他朋友一开始 是真给他返了 后来就一口气 投了十多万 之后就被拉黑了 现在这钱也没找回来 多上火 很多骗子都是 先拿一点利益 诱惑你 目的是等着你 把大钱往里扔的 再来看 还有位叫帅帅妈说了 上学的时候差点被骗 就说淘宝给返钱 输入银行卡密码的时候 一下醒悟了 现在回想起来挺纳闷 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很多时候 大家这个脑子 都是感觉 在被骗的一个瞬间 是浑降降的 这个网友小晨晨说 他都要怀疑人生了 他说很多新闻 不都报过吗 有人被骗 马上就要给钱 这警察阻止 还被骂 说别耽误我发财 可真是罪了 这骗子真是咋做到的 最后有人就提醒了 也跟我们家提醒的一样 只要跟你要手机号 身份证号 银行卡 验证码 就千万别给 十之八九十片子 对提前就不行 提高警惕吧 好了 那稍后是我们的 经典剧场继续为您播出 家庭大戏 加油喜富 欢迎大家 所谓的周知频道 明天见吧 明天见